本屆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已經結束了 不過今天立喆還是要來致敬 這位相當另類的奧斯卡得主 他不是這一屆的得主 不過最近讓人非常心痛他的奏勢 其實他不是電影人 卻拿到2017年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的 最佳動畫短片獎 也就是NBA球星黑曼八 Kobe Bryant 前陣子他跟二女兒不幸搭直升機失事 這位征戰NBA20年的小飛俠 生涯得分排行歷史第四位 總共奪得五次的NBA總冠軍頭銜 以及兩枚奧運金牌 黑曼八的生命中寫下不少傳奇 甚至連影視圈都有他的金獎紀錄 那就是Kobe親自監製跟編劇 以及配音的作品 Dear Basketball 親愛的籃球 這部片是由曾經參與小美人魚 阿拉丁美女與野獸 泰山魔法奇緣等好幾部迪士尼經典動畫長篇的知名動畫師 Glenn King所一手抄刀 這部動畫短片並不是在訴說 Kobe練球的辛酸血淚史 而是著墨在Kobe對籃球的熱愛與他的運動精神 以及小時候他捲爸爸的長襪來當作球為主軸 帶出一路以來籃球對他的啟發 以及他對籃球的感謝 在動畫裡面穿插了很多Kobe不同的籃球生涯 以及他剛入NBA的8號時期 奧運夢之隊的輝煌 還有大家現在比較耳熟能詳的24號Kobe 即使身體的狀況隨著年齡衰退 但是他對於籃球的那顆心卻始終如一 這也是他告別籃球生涯 來給他最親愛的籃球的一封告別信 整部動畫電影是透過光線的變換 以及切筆、素描的方式來表現人物的心境 不過這一部動畫短片得獎 當年也有受到不少爭議 對90屆奧斯卡鏡像獎最佳動畫短片 除了親愛的籃球之外 另外兩片是來自法國的動畫短片 花園派對以及爸爸的打包術 還有改編自巧克力冒險工廠的原著作者 羅爾·德達爾的詩歌故事集的英國動畫短片 反叛的童話 最後還有維持皮克斯一貫暖心傳統的失誤招領 每一部都在當時是一時之選 所以有很多正反兩極的意見互相碰撞喔 很多人都覺得這部親愛的籃球動畫其實迷過於時 以至於最後得獎時疊破一部對人的眼鏡 但儘管各方勢力大打口水戰 卻也不能否定親愛的籃球得獎的事實 這部動畫電影除了奧斯卡之外 最後還獲得了動畫界至高的獎項 安妮獎最佳動畫短片的殊榮 親愛的籃球是一部成功而且勵志的動畫片 在Kobe貼人勇哥之後 更讓人無限懷念這部作品跟Kobe Bryant 也不拼命 Kobe Bryant